4月天文远会视频8月4日晚 跨资源偶像少年团体艺兰音乐社在北京五科松开场 这也是艺兰音乐社首次在京剧班演唱会 艺兰音乐社一期声中的方祥瑞 因为与艺养千喜长的有几分相似 在演唱会当晚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艺兰音乐社一期声的六位成员 自去年3月30日亮相至今出道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8月4日晚他们完成了出道后的首场演唱会 六位少年轮番带来了二十多首曲目 整场演唱会主要分五个部分 集结了古风、现代、二次元等元素 由舞蹈、弹唱等各种表现形式 演唱会一首七踢棒棒棒开场 现场他们翻唱了《离开地球》表面 首唱了新歌《Summertime》 尝试了中国风元素的歌曲《牡丹香》 还用乐器弹唱了《落叶归根》和《璀璨》 除此之外还演唱了许多经典曲 因为每位成员都有对应的漫画形象 演唱会中间还穿插了真人偶像 与二次元形象互动的环节 整场演唱会粉丝尖叫声不断 气氛非常热烈 值得一提的是 演唱会上粉丝们除了高呼组合成员的名字之外 还高呼一安音乐社创始人黄瑞的名字 据悉 黄瑞曾经是TF家族的创始人 兼TF家族的幕后推手 2016年9月从时代风俊离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